你好,今天是2023年的8月29日 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就是想說一下銀柱盤 其實現在的銀柱盤是創了近年的新高 8月份直至現在是有217個 比過去上年大部分徘徊在856、89 接著7月突破200個有204個 到現在就有217個 預計銀柱盤的數字是會上升的 現在我估計普遍的數字 未能反映真實的市況 為什麼呢? 或者我講講自己的身份 其實我是一個會 那個會叫做香港財務專業協會 香港財務專業協會 其實就是一些叫做借貸人公司 即是放債人的公司的會 即是公司會員 那他們是做什麼呢? 那有部分就是做借物業借貸款 有些就是做私人貸款 那有百多個公司會員 那是全香港屬於最大的財務公司 一個協會的組織 那我就很有幸地被選為主席 那雖然自己沒有經營財務公司 但是他們找我去做 就是因為我對物業有認識 還有他的會是需要一個 可能是相對比較正氣的人 就幫他去做主席 那我大部分跟他給的意見 就是做一些培訓的工作 或者給他一些專業的意見 是怎樣可以改善到整個業務的形象 因為這個財務公司經常被人有救病 就是放高利貸、借錢、無糧 那其實是不是呢?其實不是 那為什麼近這十幾年 為什麼財務公司會這麼成行呢? 是跟香港金管局 就因為利價上升 推出一個逆周期是很有關係 因為很多銀行他們是不可以 同時間去兼營一些財務公司 去做議案 那這個第一 第二 銀行那個放款的限額 那個乘數又有上限 有這個指引的時候 那如果有些物業的業主 或者有些做生意的朋友 因為他們資金周轉不靈 他就不得不向財務公司 就是去借錢 去做一個議案 就是可能 投案可能只有六成 或者五成 那議案就可能幫他做到七成 或者做到八成 甚至沒有呢 有些是做到九成 那做議案呢 他們收取那個按揭利息 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可能在過去幾年 低息環境的年代 可能做議案呢 他們收取大概是十鬆些 三案可能是要去到十五到二十 一年 那其實大部分這些議案也好 三案也好 都是一個過渡的 因為如果那個物業是升值的時候 那它可以再跟銀行 可能去做轉案的時候 因為那個乘數高了 就是那個估值高了 令到它那個借貸額多了的時候 它就還回那個議案 就享受回一個低息 因為始終投案的利息 就大部分是說的是 HIGHB加或者是一個P- NOT死了可能以前說的是 這幾兩年已經可以 同做議案 尤其是在五成到七成那一部分 或者六成到八成那一部分 那個要給大概是 八九厘或者十厘以上 那個是相差很遠 但是坊間沒有其他方法 去給它做周轉的時候 都要找去財務公司去做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 過去十幾年有這麼多人 尤其是一些做工廠也好 或者是它有資本的時候 它就走去做財務公司去做貨務公司 去做貨務公司 那它可能在坊間沒有集裡的錢 可能是五厘成本 或者是六厘成本 那它走去放數 有八厘啊九厘啊 即是十厘的時候 它就可以賺取這個息差 那過去有很多這些人 但是今時今日 因為那個畢業市道逆轉的時候 很多以前他們 說的是借八成的 現在那個樓市可能跌了兩成 或者兩成幾 已經是入獄了 那時候就變成要去做 要不就問回借錢的人去拿回借貸 或者因為利息又再上升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議案承訴 議案的利息又去到十幾厘的時候 那些債仔是支撐不到 因為他們很多 因為人是有情意結的 當創立了一間公司的時候 它不輕易就被它倒閉 那所以就算你怎樣去借利息呢 高利息呢 很希望呢 是救回一間公司 那其實是一個很愚蠢的方法 因為不是那麼多生意呢 那個利錢呢 是那麼高的 就是可以支付到十幾二十厘的利息 就是你要扣賺的錢 要清掉一些利率 其實是很難的 你說做一個過渡性的幾個月的 沒有問題 但是有很多人 尤其是一些叫做做生意的人 他不甘心自己的業務 是毀於一旦的時候呢 那它千方百計呢 就算那麼高利息呢 它也是借 那你會看到另外一個數字 坊間經常都說 說香港呢 現在供滿的樓的人呢 是有五成幾 那我不知道這個數字在哪裡來 但是呢 在金管局呢 又有另外一個數字 它就說 全港的家庭呢 他們那個借貸呢 是佔全香港的GDP呢 是九成幾的 就是說 那個借貸呢 是不低的 就是說那個 香港人欠人錢的那個 叫做百分比呢 是不低的 那因為可能你看銀行借錢 那一部分是少 但是很多人是在私人借貸裡面 包括議案啊 包括是私人貸款呢 那個部分呢 不低了 那麼 應該是上個星期呢 我代表香港財務專業博會 即是財仔會 跟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呢 就是簽署了一份合作備忘率 那麼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就是什麼呢 就是全香港最大的Agency 就是地產代理 組成一個聯會 它就是最大的了 它有千幾個會員 那為什麼兩個會員要簽這個合作呢 因為大家都預計到 在這個高息環境裡面呢 未來的銀主盤呢 是會越來越多 那麼自己也有一點點數據 始終都是主席啦 現在你坊間看到那二百多間呢 只不過是 普遍那些而已 其實應該還有潛藏呢 還有很大量的數字 可能是幾倍這個數字呢 是未浮出來的 那麼如果那個年尾那個市況 是再差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香港的經濟環境 零售啊又說夜市不夠啊 又看到香港的金融市場 被美國打壓 有很多服務性的專業人士的生意都不好的時候 有機會令到銀主盤的數量呢 是會急速上升的 如果那個數字上升到 我想是比利是會估計不到啦 那麼與其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看到有機會 財務公司都要找方法去散貨 這樣的時候 不如我們現在簽訂一個合作協助 但是怎樣可以將那個 叫做財務公司拿著的銀主盤 有什麼辦法是很有效的 將它出售 所以我們就簽訂這個合作協助 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做銀主盤 其實最多會出現的呢 就會是拍賣 因為為什麼呢 拍賣是相對一個 叫做比較最公平的 去找到一個市場的價格接受的方案 那麼拍賣和普通的轉讓有什麼不同呢 那拍賣呢 那麼其實它就一個 譬如銀主或者任何一個業主委託那間拍賣行 那麼就給他了資料 然後呢 又委託了律師呢 那些樓契就放了在那裡 買家呢 就要自行 聘請律師呢 就去看他的契 究竟有沒有叫做瑕疵 因為呢 當你去出價 成價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再可以 買賣的過程呢 再去提出 對這個契律藥呢 有什麼瑕疵的質疑 是不可以 因為它預先已經是給了你去看 那麼你要去花費呢 就是找律師呢 就去看完契 你覺得沒問題 或者就算是有瑕疵 你還是覺得是接受 你會出一個你願意的價格 去成交 那就不可以再有意義的了 那麼這個是對於有部分 可能有些物業那個契約有瑕疵的 會是用拍賣的形式呢 去做買賣呢 會是好的 那麼這個 就是講著拍賣 跟普通委託地產代理的分別 那麼拍賣師 通常都會收取一個行政費 就算無論你買到 或者買不到 你可能都要給 幾千啊 至到一萬呢 是給那個拍賣師 因為他要跟你準備文件 也都要準備場地 你去等別人去參與啊 還有回答他們那些賣家的問題 那麼這些是 跟這個叫做 鬼托地產代理的出售呢 是有不同的 那麼第二個我想說的 就是我昨天呢 就出席了一間上市公司的 投資者關係的五眼 那麼他用什麼身份出席呢 就用一個股評人的身份 就是一個股票行的負責人員的身份 去出席 那麼那一間上市公司 就是叫做都市黎人 都市黎人就是做內衣的 那麼應該在幾年前上市 那麼上市那時候呢 那個代言人呢 就是林志玲 那麼現在呢 就換了那個代言人呢 就是叫做周筆祥 那麼現在他們 經過疫情之後呢 那麼他們那個整個 生意的策略呢 就不同了 還有中國的經濟有關 那麼以前呢 他們很希望呢 就做品牌啦 還有呢 就主力呢 就供一二線城市 那麼所以找一個 知名度那麼高的藝人 就走去做啦 那麼但是呢 後來他發覺 供一二線城市呢 那個競爭又大啦 跟著呢 其實那個成本又高 就是你舖租的成本又高 人手的成本又高 那麼其實 那個獲利空間呢 其實就不是那麼大 現在反過來呢 就是叫做下沉式啦 那麼去回多些 三四線的城市呢 就去開店 加盟店 或者是買貨 給人家去做合作呢 就去做 那麼代言人呢 也都由一個 很有攻擊性的 林志玲呢 換了給一個親和力高一點 叫做周筆祥啦 那麼周筆祥 那麼看一看 兩個人的身形 分野就很大 那麼其實昨天我都 在那個 午餐那裡 都跟他們那個公司的 業務的人說過 我說 林志玲可能在一般人的 女性心目中呢 其實 未必 可能是這麼大的 親和力 因為他的攻擊性 實在是太大 就是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啦 那麼反過來 一個身形 平平無奇的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 穿了這些內衣 反而是會幫到他 這個可能是 拉近了那個距離 那麼他說 因為由 一二線城市 下沉下去 三四線城市 那個業績呢 銷售呢 就反而是好了 因為那個可能 雖然那個單價 會是便宜了 但是 因為那個 成本 那些開店的成本 和人手的成本 是低的時候 反而呢 那個利潤呢 比之前呢 會是好一點點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 印象回 跟馬雲之前說的一樣 那麼他 幾個月 兩個月之前呢 就在 阿里巴巴呢 主持了一個會議 就找了 蔡崇信呢 就代了張勇呢 就做那個阿里巴巴 那麼他就說了 他就說 現在不是是 供天貓的時候 現在是供淘寶的時候 天貓和淘寶的分別就是什麼呢 天貓呢 就是一些有品牌的 有日價的東西 但是現在大部分的人的收入 都是下降了 那是很現實的 就是他們需要一些 性價比高的東西 需要一些 叫做 很有預算 就是很 對價格是非常敏感的 就是如果你還是一些 想著希望有這個品牌 賺的日價是很高 我想那個年代呢 未必是 反過來 看見實一點 因應那個市場 做多些淘寶的東西 做多些貼地一點的東西 做些國民需要的東西 反而就是一個出路 就是大家經常都以為 做品牌很容易 賺日價很容易 其實不是的 品牌和日價都需要經濟去支撐 現在說的是一個叫做鋼級的消費 我想未來香港都是 香港人 我坦白說 尤其是一些做專業服務的人士 包括你產業策略師也好 包括你律師也好 包括你會計師也好 所有一些跟金融相關的行業的人 他們都面臨著一個叫做薪金向下行 還有可能有機會是斷鞋式向下行的情形出現 很簡單看到的 香港今時今日 到今年8月 都是只有30隻股票上市 就知道香港面對的問題是非常之嚴峻 有以前全球IPO接近第一位 去到今時今日 去到現在排第六、第七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問題是多麼嚴重 很多金融從業員說的是五到十萬的 他們是非常之恐懼 這是我遇到這麼多身邊的從業員 他們無論他們的表情 無論他們的消費模式 已經告訴我他們是很擔心的 現在中環的飲食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多排隊的 那些比較貴價一點的食肆 就是百多元一個套 八五元一個套 那些 你差不多要登入已經是有位 但是你兩送飯 你是排隊的 無論上環那間 無論中環那間 兩送飯是很多去排隊 那這個在在顯示到什麼 顯示到他們都感受到生存的壓力 就是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人去裁員 那這個情形呢 其實在內地 現在內房的爆破 他們牽連是很大的 你看到中界 為什麼要去維權 要上去中原深圳的公司 去追討佣金 其實這個是中界而已 還有其他的 例如是建築 例如是裝修 例如是家具 一環拖一環 那麼多的業務 是在萎縮的時候 中國的經濟向下行 香港的經濟向下行 這樣的時候 對以後消費的一元 就會很謹慎 之前我也拍過一集 我說 未來一定要放下你自己的面子 尤其是很多香港的專業人士 過往好景的時候 大家去懸富 吃好著好 住好 小朋友 要最好的享受 但是 未來的日子 我想時間還不短 你要習慣 要放下你的身段 面子不要緊 其實沒有人會理你 那個生活 那個水準 是去到怎樣的 你要做好的準備 所以 為什麼 我很贊同 昨天去做公司 見面的CFO 這樣說 現在是一個 降級的消費 去下沉息 去回那些 三四線城市 因為很多以前 在大城市打工那些 現在沒有工作 他都回到三四線城市去住 這樣的時候 但是這些 都是一些 叫必需品 去打他們的市場 換代言人 我覺得 是一個 名字的選擇 你看到 早兩個月 馬雲 那些人 哭 停了 攻天貓 去 攻淘寶之後 發覺他們的業績是很轉的 這個就是 主事人 一定要有高瞻遠足 要去因應市場環境的變化 去 去做適當的措施 就知道 我想說的是 什麼叫做炭中和 其實 現在經常 我們在電視機 看到 就有一個 詞語叫做炭中和 但是 你問十個人 穿了九個人 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炭中和 那 before 說 炭中和之前 我想跟大家 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靈炭 什麼叫做炭中和 其實兩個有分別 靈炭就是 譬如我一個產品 我由開始的物料 和去生產的 所有的資源 電力 全部 都是沒有炭排放出來的 那 這件產品 就叫做靈炭 但是 世界上 沒有可能是這樣 那 在UN 就是聯合國 就是在 京都協議書裡面 就說了一個 概念 就是說 我容許一些發達國家 生產的產品 是有炭排放出來的 但是 我亦都容許 他們在第三世界裡面 可以有些項目 是可以 跟他們做推充的 就是你這邊 生產的炭排放出來 在第三世界有些項目 是可能是吸炭的 可能是種樹 或者是有些項目 它是 有些綠色的能源 是會生產出來的 可能是風能 可能是水力發電 可能是光復太陽能 這些生產的能源 是可以跟它的 炭排放 是可以做對沖的 那兩者加起來是零 這個就叫做炭中和 有些人就會說 這個差不多等同 就好像是中世紀的時代 歐洲的贖罪卷一樣 這個是一個機制來的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所有環保的東西 其實是跟政策有關 政府沒有政策的時候 就算你是怎樣去愛環保 你都會 如果是有成本 是牽涉得到的 沒有是一個政策 強迫你去做的時候 你都可能是會意思意思去做 你不會全程去做 唯有是有些政策 要是強迫 要是一些 叫做一些 叫做一些 吸引力 有些優惠給你 令到你去做 那麼 強迫的 可能是有些碳水 優惠的 可能是有一個 碳交易市場 就是剛才說的 那些carbon credits 做得好的企業 將它剩餘的炭排放 量賣給做得不好的 的企業 來去產生那個利潤 這些就是一些叫incentive 這樣的時候 這些就形成一個 叫做碳的價格 那麼這個就是說 碳中和 整個未來在二三十年裡面 有很多 因為政策出來的選項 會令到有很多商機在裡面 就是這個 關乎一個碳中和 那麼未來日子 我想我也會花少許時間 講多一些這些 未來增長的行業的訊息 今天想講的就是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聊一聊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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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